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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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阿米尔汉 我觉得他不管是导演还是自己演 他的电影的方向都特别的正义 就是正义感满满 就不论是对于女性方向还是追求梦想方面 就一般就是演这种 然后特别激励人性 我觉得他非常有才 然后能够把我们可能叙述起来非常平淡的一个电影 然后拍的就是让你特别感动 而且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投入的一个演员 我听说他为了一个电影可以增肥 然后又迅速的减肥 然后都是我觉得非常佩服的一个地方 就像我们星爷这一块吧 比如说跑步啊 那个功夫的两个跑步 这样的比较夸张的 还是比较适合我的性格 印度的电影《调音师》 就是他是翻拍了那个法国的一个短片《调音师》 我觉得那个电影就是 它是一个悬疑的片子 我觉得看起来 我挺感兴趣的对这一类 就是有了那个男生 他失去了他的记忆 但是还是喜欢上了那个姑娘 我觉得这个很浪漫 泰国就像那个初恋这件小事 就是感觉那个很青春很完美吧 这样溯源和柔度 然后这样揭露了一些社会 黑暗的社会现实 对那个他们国家的一些历法 就保护我儿童 然后性侵这一块 我觉得就是做得很好 就是因为电影推动了历法的进程 看电影经常会看哭 就这些那个荒野行动吧 就他们直接就牺牲了中间什么的时候 就直接会看哭 就觉得还是中国军人还是非常伟大的 就是这种感觉 曾经有一份真热爱情摆在我面前 但是没有好好珍惜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想会说是一万年 不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哎呀 以前我姥姥总是说要死了 要死了 我就在想这是什么感觉呢 现在我觉得 真的是这样要死了 我们一路奔战 不是为了改变世界 而是为了让世界不改变我们 今天下 为你这样子 是我至高上的荣耀 我今天到上班了 我今天不见了 有什么事 我今天就会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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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 softer 我今天就会想想想想想想想要